近年来 北极冰川融化速度逐年的加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表示 全球变暖是导致冰川消退 海平面上升 北冰洋 海冰的面积减退的主要原因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看看近年来 北极地区冰川和冰改的真容 这些画面由无人机拍摄于2014年和2015年 拍摄地区包括挪威 格陵兰岛等北极地区 碧蓝的海水 洁白的冰川 静谧的环境 看上去似乎一幅美丽的画卷 其实这幅画卷并不完美 冰川大面积消退 冰川和冰盖面积的急剧缩减都令人堪忧 今年11月 美国科学家发布报告称 格陵兰岛萨加利亚大冰川自2012年以来 消退速度提高到先前的三倍 从整体范围来看 格陵兰岛的大部分冰川 在过去10年间的消退速度不断地加快 冰川消退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海平面上升 同样 受气候变化影响 北冰洋的气温近年来平均升高了约2摄氏度 美国科鲁拉多大学国家冰雪数据中心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北冰洋夏季海冰面积 持续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各国政府 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 找到解决指导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我们一定要善待我们的地球